關於150個單程證 我也是剛剛想問這個問題 只有胡官的政綱就有提及 要向中央政府爭取部分單程證來港移民的審批權 這牽涉到我之前聽過的團體說源頭減人的問題 因為就算多少地,多少屋都好,不斷 有這麼多人來,過去二十年到現在超過一百萬人來了 香港是不可能不斷承受 胡官就敢捉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問一下胡官 你說短期任期內的第一年 先稱你拖延當時爭議較少的政策 包括剛才說的單程證審批權問題 是不是比較容易處理呢 這個問題是挺敏感的 所謂敏感就怕他所謂有些既定利益在那裡 因為中央政府當然是把這個權給了很多省市 他不是說中央政府我批准多少人進去 不是,已經給了一些省市 所以你要拿回這個權是牽涉到一些利益的問題 但是你做香港的特首,你是跟中央說話的 你不是去跟那些省市說話,不行的 你跟中央說話,你求中央 喂,給回三分一我們才行 可以不可以,50個 50個,可以不可以啊 如果中央跟你說話,你跟他們說的理由 喂,你給那些人進來 進來是住在我們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權話事呢 為什麼我們會沒有權話事呢 你給阿茂又進來,阿秀又進來 那我怎麼搞呢 中國本地是有戶籍制度的 但香港沒有 地方是不給就不給的 很嚴格的 唯一沒有戶籍制度,那個中國的地方叫香港 很奇怪的嘛 你不就不要跟上去 你問中央拿,如果中央說可以的 不過就讓我給我一點時間去做事 那你就等咯 因為他真的要收回來的 那麼收了,回來給你香港 你在香港可以說,阿 我沒有什麼人才 入什麼人才就可以 這50個又可以 你可以說,喂,今年我認為沒有需要 不入 那就是每天小金錢都來 就是這樣做 就希望你慢慢拿多些 希望拿回了 但是這個不可以一次過拿完 那麼多利益